我和經文藝的同事都很支持這次特區政府提出的完善地區治理的建議方案 其實講這個地區治理的進一步的改善 可能討論都比較集中是關於這個區議員的產生辦法 但事實上這次政府的建議就是在整個政府架構在地區管治上面的力度加強了 你想想政府司司長、副司長以及民政專員各有責任 整個架構加強了亦都延善了 同時在地區的層面除了區議會這次的建議之外 其實我們也都已經有三會 即是地區的分區委員會、防火和滅罪會 也都有關外隊 所以這方面其實就是在橫與席的架構其實都是加強了很多的 我已經認為這次區議員產生的方案 其實可以更加全面地吸納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地區議會 我自己作為多年在沙田區議會出任委任的區議員經驗 其實是深有體會的 剛才陳德勤議員在發言中也提及 他選舉入了沙田區議會 也跟很多委任的議員合作 包括小弟 我在這十四年半其實都很努力的 其實當初在九七年初一號 我接納那時的委任入沙田臨時區議會 其實我有個議員 就是既然委任得盧偉國 我就很希望能夠將工程業界經驗帶到地區 發揮我們專業的作用 同時我希望通過我的工作 能夠令市民認受委任區議員 我覺得我是做得好的 除了剛才陳克勤議員說 好像地區的大型活動都是由委任議員去做 我真的做了很多不同的地區的大型活動 包括第一屆的沙田節 但是我同時雖然沒有一個直接的選區 但是我也很喜歡落區 吹吹息時風、唱歌、特別給長者聽 很開心 連地區的同事 都是樂意跟我合作 和地區的市民 都覺得有盧偉國代表在區議會都很播 雖然他是委任 這樣就起到這個作用 所以那個經驗就令到我對於今次的方案 是恢復委任制 我非常同意 實際上這個新的架構 我很希望能夠更加好地發揮區議會的議員 作為政府以市民的僑人角色 做到更加好的下程上達 和也都能夠更加積極地推動政府 在地區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我相信這個對於香港有自夾興 和確保一個兩制行為自願 都提供一個好的制度保障 有很積極的作用 我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我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 DO在地區的行政方面 的確是有很關鍵的作用 他要出任區議會主席有一個好處 就是區議會提出一些問題的解決 區議會是通過要推動一些工作 其實變成這個主席就是DO 他就更加直接這樣去推行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 以往在DO 其實他都有特別的委員會 和很多政府部門在一起 是想落實區議會 即決定的事情 其實現在你直接由DO做 做主席就更加直接了 不過我也想問 就是說 DO的任期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怎樣跟他 這個主席任期 即是相配合呢 不是說中間不可以轉 如果他做得差強人 可能我們覺得快點住更好 但是如果他做得好 以及跟地區有一個這麼好的 溝通脈絡 建立了 其實他在這個任期內 繼續做這個主席和DO 其實都是好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選區擴大了 當然有的好處 就是說我們能夠更是 和大方面看過地區的政策 不過以往的小的分區也有好處 就是可以一個比較深入社區 更加細緻的回應市民的訴求的作用 所以在這方面 如何平衡能夠得到 擴大選區好像同時 又保持以往那種細緻的工作 即是那種特色呢 不好意思 講得長一點 就是兩個問題 哪位回應先 請問 好請麥局長 多謝主席 其實委任議員那個貢獻 在社區的貢獻 如果有機會我都可以遲些說一下 因為我又做過委任來做共民選 我也知道地區的委任議員 很多時候都爲疑幫我們做很多事情 可以有機會再說 但是關於D.O.的任期 正如我一開場的時候都說過 其實專員它作為我們一個公務員團隊的一部分 所以即使它在公務員崗位調動的時候 都會有清楚的紀錄 以及一些交接的工作 是會確保有關的工作 地區工作的延續性 也都在我們挑選適合的同事去做這個專員的崗位的時候 我們都要考慮日後的專員和地區的接觸 都要找一些合適的同事去出任專員這個崗位 另外就是在翌日可能說直選的選區範圍大了 但是正如我也很強調 其實區議員的數目是相約的 所以其實都是一樣可以透過不同的區議員 他們的合力可以一起組成一些聯合辦事處 仍然可以在小區裡服務 我相信日後區議員和各個區議員的合力 成立一些聯合辦事處 那個服務可能會比現在更多 謝謝